來自台中燕光師工會的人員 利用各項視力檢測儀器和圖表 為基隆市安樂國小全校各年級學童 舉行包括是否有近視、鞋視 以及變色能力等等的免費視力篩檢活動 這是由國際獅子會300A5區 第一專區及第六專區基隆地區27個分會 特地在安樂國小舉行的免費視力篩檢 希望可以早期檢查早期治療 為維護血統的視力盡一份心力 小朋友檢查一下視力 因為視力在台灣目前也是校園三大健康問題的主軸 因為視力不良將會影響一個人一生的命運 那台灣的視力目前有三大特徵 第一個就是發生的年齡特別早 第二個發生的普及率特別高 第三個高度近視的比例特別高 因為我們要防止小朋友從近視變成高度近視 高度近視的話它會造成將來長大以後 白內障、青光炎、視網膜玻璃還有黃斑部病變 這樣會造成自己一生的損傷或造成國立的傷害 所以我們在此呼籲小朋友、呼籲家長能夠好好愛護自己的眼睛 對於基隆分會的聯合愛新基隆市安樂國小教務主任 也代表學校、家長以及學生們回贈師職會各分會代表及 燕光師公會等單位人員感謝 表達最大的感謝 那希望小朋友歷經這些的幫助之後呢 長大以後你能像你們這些大家一樣呢 能夠學習就會幫助同學、幫助別人 需要幫助的人 那今天就更有意義了 所以謝謝大家 而受到3C的影響 安樂國小校戶指出目前全校學生大約有四成多的小朋友 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近視野 記者FINSO 機動報導 安樂國